大家好,欢迎收看宋子鸟 直直叫! Hady,听说前几天台北院的门证 来了两位很特别的客户 对,他们是两位好朋友想要一起过来动软 那最特别的是他们的职业 有一位是美丽的空姐 另外则是一位帅气的女机师哦 哇,我听说航空业的工作都非常忙碌 我想他们应该是因为最近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有更多的五星假 才让他们稍微有机会可以喘口气 完成一些人生的代办期单吧 Hady,那我很好奇说 一般空姐来动软的话都会问哪些问题呢? 除了常见的一些问题 例如动软療程需要耗费多少流程呢? 那以及是说要打多少增计 以及我们需要回诊多少次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说我们动软需要花多少钱 因为他们职业的关系 他们问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例如就是说我打了排卵针之后 我还能飞吗? 那以及就是说我取完卵之后 要隔多久才能复飞呢? 那动软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飞行呢? 嗯,其实我们一般进入疗程 是在生理期的第三天的时候进入疗程 大概在生理期第八天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因为荷尔蒙激素的影响 我们的卵巢就开始有在长大 长大的感受 那我们肚子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那后世的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胃部 会觉得有胃脏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说进行停飞 那后续在取卵的时候呢 我们会建议取卵后隔一个星期 月经来了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复飞是比较保险的哦 哇,那这样只要两周就可以预存幸福 好像蛮简单也蛮值得的呢 嗯,而且啊 那我们宋简单有独创的五超疗程 所以整个疗程中 我们是可以不需要照超音波 回证最少呢 可以只要一次就可以了 那甚至我们整个疗程只要打六到八支 那跟盘盘的疗程比起来 真的是方便很多女性进行动染疗程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太担心说 整个动染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日常生活哦 这样就不用一直请假回证 还要打针了 因为像我就真的超怕抽血了 每次我平常抽血我真的都快晕倒了 嗯,对啊 其实还蛮多女性对于打针抽血这些问题 都是非常的害怕 然后觉得说 这是他们进行动染疗程最大的阻力 所以我们只要找经验丰富 且合格的生殖认所 例如我们宋子鸟的话 其实这些东西是不用太单情的 我们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哦 好,那今天谢谢黑迪把我们的解说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是欢迎在底下留言 让我们知道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